交通部观光署 加大力度推广北美市场 周永辉署长 协同地方政府 旅行社 航空公司等业者及展演团体 在洛杉矶举办北美市场第二场台湾观光推广会 由观光署署长周永辉领军 位在地旅行业者 介绍台湾丰富的旅游资源 多元文化底蕴和优质的旅游服务资讯 以及全新台湾观光品牌3.0版Taiwan Waves of Wonder 全新样貌在出发 紧扣青山 青海 乐环岛行销主轴 为双边业者提供深入交流的平台 吸引近100间洛杉矶旅游业共同参与 洽谈商机热络 署长周永辉表示 北美市场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非常多的好朋友能够多多回到台湾 一来再来 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台湾的端午节快到了 那其实种子南种北种也不同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呈现不同的美食的特色 那么也利用这个机会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朱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张正裕 中华航空处长正裕林 长荣航空经理程建 星宇航空张身化经理 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会长张裕芬 美国盛盖博士市长吴承远更特意前来致意 并颁发圣盖博士感谢状展现有益与祝福 本次推广会成果丰硕 不仅盛大展示全新台湾观光品牌3.0版 Taiwan A Ways of Wonder 新联华假期执行长陈曾志英 也大力推动台湾观光 整个美国应该我们讲说 这个是整个美国 然后呢能够署长能够来到这里 就是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美国的朋友呢 能够到台湾看一看 我相信呢在署长的这个专访中间呢 他署长会告诉我们 2024跟2025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台湾到底要怎么玩才好玩 当然呢 最近的一个旅游呢 新联华假期曾老师特别推荐给大家呢 双十国庆的时候 跟着我们新联华假期呢 一起回台湾去看一看玩一玩 然后呢一起呢庆祝我们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庆典 也是过生日 所以呢新联华假期安排最棒的旅游团 我们会到日月潭 然后我们会去看故宫南院 我们会到台南的刺坎楼 对还有我最喜欢的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 太漂亮了金碧辉煌哦 那当然我们还会去最棒的九分 还有十分放天灯 这个时候我们去放天灯呢 相信呢在2025年的来临呢 会让你一年从头顺到尾 一年发呢从头发到尾 所以朋友们呢不要忘了 十月三号出发 我们一起回台湾庆祝我们的双十国庆 现场活动丰富多彩 包括国际级指教大师洪心腹 带来的台湾生态 折纸互动 彩绘大师曾延辉的券扇绘制教学 宜兰制茶老店 陆院茶庄的茶扮桌体验 以及窗花木漆杯垫等手作活动 活动压轴由中华航空 长龙航空与星宇航空 三家台湾航空公司 分别抽奖台湾洛杉矶来回机票 幸运中奖的洛杉矶业者们兴奋不已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 办事处观光组组长林一静表示 来台湾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惊喜一波又一波 那另外呢在北美这个长城的航城线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加强去做一个一成多战的推广 也就是说结合这个台湾的旅游目的地 跟一些东南亚或东北亚的一些地区的景点呢 我们可以进而起来来规划一个超值 或者是非常精彩丰富的旅游 然后让这个北美地区的朋友呢 在一趟假期当中可以到台湾 以及其他的国家做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这带是我们在下半年推广 在北美市场的两大重点 那刚刚我们的大展观首长都听到 2025年的灯会是在桃园 所以不妨也请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 规划结合桃园灯会的一个旅游 然后让这次明年的这个假期期间 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台湾之旅 台湾向来在经贸、文化、教育及观光等各领域 与美国皆有密切互动 观光推广也是重要的外交工作之一 此次推广会将有助加强两国的观光交流 让美国朋友认识台湾 感受台湾最美风景人 带来的美好体验 天下卫视记者采访报道